成功艦射出標準一型飛彈 發出巨大聲響 只要大陸軍艦跨越台灣海峽 就能第一時間攔截 但在5號大陸軍演第二天 果然真實上演 輪船船員高雄外海排峽 大陸軍艦跟我軍對峙並航 距離看起來超級近 地點在高雄港西南外海 前面那艘大陸軍艦長春艦 屬於驅逐艦跨越海峽中線 我軍成功艦巡防艦監控並示警 類似情況以前就常發生 不是真的要打仗 民眾別擔心 而大陸軍演進入6號第三天 恆春機場 無人機跑道上加速升空 消失在視野 這架瑞淵無人機中科院研發 負責徵搜戰場監控 以及殘害偷訊評估 作戰半徑150公里 可過載2.75寸火箭彈 同一時間也有軍事米粉磚 貼出大陸無人機飛過我西南海域 至少六次騷擾 跟我無人機多次交鋒 最後遭到廣播驅離 而每日也出動無人機來監視無人機 同一時間四國無人機出現在同個空域 舊無車趕到恆春這間飯店 男性傷患宋伊己就不治 他是歐陽力行 57歲中科院副院長 疑似心臟病發造成猝死 中科院對此深感哀痛 記得張創王書宏評刀高雄不打